不候疫情時代 現在無人還有零接觸 已經是商業的新趨勢 尤其是現在說 這是史上最大對飯店業的缺工潮 所以現在台灣就有飯店 他們砸了400萬 引進了4台的機器人 取代部分的人力 有的是連人力都省下來的 智慧販賣機 目前台灣大約有10萬台 像是就有現煮的拉麵 它1分20秒就可以煮出一碗 而且這味道還不賴 兩個月可以賣上千碗 賣場內超級可愛的機器人 到處巡視 讓路過民眾實在很難不注意 你看到人還會馬上停下打招呼 需要幫忙嗎 請帶我到旭日餐廳 你好 有問題請問我吧 我知道旭日餐廳在哪 需要我帶你去 旭日餐廳需要搭乘電梯至7樓 我現在帶您前往搭乘電梯 有溫彌達帶路也可以 這個超級小幫手 是今年飯店才剛加入的 省力軍 安妮或是在前台的 人力配置上 可能就沒有到那麼 就是會有缺人這樣子 那引進智能機器人的話 就可以大幅的減少 切換我們這一方面的困擾 對 那其他的服務人員 也不會那麼的有壓力這樣子 下半年國境結封有望 但在解封雙機前 飯店也擔憂缺工影響 因此斥資400萬 導入智慧機器人 一樓有問答帶路小幫手 健身房有消毒機器人 在餐廳還有專門機台 送餐機器人每趟可送四桌 單趟運送的餐點比傳統人力 高出三到四倍 未來飯店還要繼續引進 畢竟零接觸與無人化趨勢 已經回不去了 香噴噴的日式拉麵 拉起來Q彈帶勁 玉米 筍乾 叉燒肉通通有 但你相信嗎 眼前這一碗拉麵 竟然出自販賣機 只要一分二十秒的時間 熱騰的拉麵 就會從販賣機新鮮出爐 而像樣的機台 兩個月上線以來 已經賣超過一千碗拉麵了 左右滑動黑蒜豚骨拉麵 還是麻辣風味 只要一個鍵 一分半就能出餐 這碗拉麵 連特斯拉執行長 馬斯克都曾發文說讚 用半導體研發出來的 拉麵販賣機 在美國超過五十台 今年是首度進軍台灣 這個未來市值 應該是不可估計的 因為會是非常大 缺工不管是在餐飲業 或是在其他行業 未來都是會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甚至現在像少子化的來臨 所以它更會加快 我們缺工的一個窘境 目前台灣僅僅兩台 今年計畫增加到二十台 2022幾乎可說是台灣 智能販賣機元年 目前全台十萬台販賣機 產值超過七十億元 業者預估五年內 還會成長百分之五十 就業者瞄準商機 將自動販賣機 再升級成智能販賣機 裝上小黑盒 缺貨 卡幣 消費習慣 通通能在後台一手掌握 我們幫助的客人 實際上他們在運輔的過程 跟銷售的品項 跟在無非現金的交易來講 事實上是有上升 那他們上升的百分比 大概有10%到15%左右 日本尖角機 正在裝智能黑盒 台灣團隊 甚至將技術打進了日本 日本可是全球最大的 無人商機市場 全國就有430萬台販賣機 他們過去的分工太細了 業安的優勢是在我們把 這些各個環節中間 全部整合成一個單一的服務 第二階段其實就可以經由 周邊的這些消費的一些數據 那配合行銷工資 去做新的行銷策略 那也可以間接來提升 原有的販賣機的營業數字 這樣的智能設備 不只能用在販賣機 就連停車場 娃娃機 洗車機 就是所有無人機台都能用 就是鎖定全球8000萬台的 無人設備市場 後疫情時代 無人商機就是財富密碼 無人化 自動化大戰 已經全免開打 東森財經新聞揚莊 歪婷 開頭的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